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生死表示 第一个单词是 这个单词有自动词词形 也有名词词形 那么就是汉语 如它汉字所显示的这个含义 就是国家独立了 就是独立之心 往下来 是一个他动词 是陈述句数 就是陈述意见 陈述说明 就有这个叙述的 这个意思 数 然后来 当日是当天 当日 当日売りの切符 就是当天这个销售 发售的这个票 当天开始卖 也不能提前预约的 大台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单词 这个单词是应酬和接代 首先看应酬 大台の上手い人 也就是善于应酬的人 接代 彼は電話の大台が上手だ 他特别善于说什么 做这个电话接代 就经常是接电话的这个工作 那么他曾经也有什么 我们之前是不是也学过 対応 是对应 也就是应对 对一些措施 一些问题 那么的应对方式 好 後悔する 这个单词是后悔的意思 这是个重点的单词 他动词 当然也有名词 自己 後悔の気持ちを表す 就是表示后悔的心情 就真的如他汉字所显示的意思 好 再看动词出行 学生時代にしっかり勉強しなかったことを 後悔している 我非常后悔 我学生时代没有好好学习 好多人都会有这个感受 那么大家看看 这是我在网络上摘录的一个图片 我觉得这个语言是非常好的 やってしまった後悔は だんだん小さくなるが やらなかった後悔は だんだん大きくなる 很经典的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你做了的后悔 可能做完做得不太好 这种后悔 可能渐渐就会越来越小 但是呢 如果你要没有做的后悔 可能就会越来越大 好 做一个辨析 就是koukaisu这个词 他真正在考试的时候 有时候会考他的一个敬意词 就是下面这个kuyamu这个词 而kuyashi这个词 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他虽然当汉字写成悔 但他绝对不是后悔的意思 我们说过他是 懊恼 懊悔 不甘心的意思 强调说 不甘心这三个字 那么大家要注意 这俩是禁意的 而这个意思是 跟他们有一个明显的区别的 好 下面kakimachigairu 这跟我们刚才曾经练习过 在生字表3练习过的 kikimachigairu 还是比较接近的 是不是啊 那么kikimachigairu 是听错在这里 它也是个副词 kakimachigairu 是写错 kaku跟machigairu的符合 sujio kakimachigairu 就是把数字给写错了 i ma jigairu 说错 这也是一样的啊 这是曾经我学生 在日本干过的事情啊 niku o kuni do i ma jigairu 大家看正好是反了 把肉说成了国家 也就是说 他想问这个锅 能不能烤肉 那么肉还 先别说烤了 肉还没说出来的 然后先把肉说 反说成kuni了啊 最后那个老板 一头雾实的说 このお鍋は日本製なので 丈夫ですよ 这个锅是日本製的啊 是这个非常结实的 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 他其实听力 还是非常好的 可能口语稍微有点长 就告诉大家说什么 你千万一直在中国 就在说 在课堂上也说 你千万不要认为 你到了日本之后 你的口语 就一定会提高的啊 这个还真是 不一定的事情 那么你到了日本 可能你听力 会在一段时间 也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这一点是 我是相信 那么口语 无论在中国 还是在日本 都需要你有意识的去练 才能练好 那么你在中国 也同样 好好练的话 会练好 所以在课堂上 大家尽量的 要这个多抓住一些 这个时间啊 往下来 以返す这个词 这个词是顶嘴 和反复说 大家注意啊 那么返す 刚才我们说有反复 所以我投给返す 就给他扔回去 以返す 就给他顶回去啊 大家看看这个例句 说 这个友谈你 酷いことを言われたので 就是朋友对我说了 非常过分的话 那么我也怎么样 不服输的啊 就没有任何的这个 让他 马上给他顶回去了 那么返す 其实还曾经什么 我们初期三十六课 是学过一个单词 叫苦力返す 我们说是反复 所以它有反复的意思 那么叫 以返す 就是反复说 同样的事情啊 说了 反复说了好多次啊 接下来 聞き返す 它呢 其实有反问 就是反过去问你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 返回的这个含义 也有反复问的意思 首先看一下 先生の説明が はっきりしないので 聞き返した 就是因为老师的解释啊 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就再问回去了 又问老师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再往下来 わからなかったら なんでも 聞き返していい 也就是如果你不明话 你反复问多少次啊 都可以 这可能都是老师 会跟大家说的啊 就是不担心你问 就怕你不问啊 不担心你问多次啊 这是去反复的意思 好 就讲到这儿 接下来是 思考 这几个词 都比较历细啊 思考是什么想 所以大家基本就可以想 它有什么 反回去想 也就是回想的意思啊 当然反省的意思 那么它也会有什么 重新考虑 再考虑翻的意思 ここまでの 自分の生活の仕方を 思い返す 那么就是啊 反省了一下 回想了一下 到了日前自己的 这种生活方式 就是我是想去的 但是我重新想了一下 还是放弃了啊 好 大家记住这几个单词 行返す 聞返す 和思考 的意思啊 接下来 文件这个单词 门线就关门时间 这个大家注意 它一般不会指 这个店的关门时间 店的关门时间 我们说 在出去上次 出去上次已经学过了 是吧 好 文件这个词 一般都是什么 就比如家里 爸爸妈妈给你规定 几点必须要回去 可能因为家庭的不同 会有时 这个有早有晚啊 还有呢 可能大家的 先住宿舍 宿舍里会规定说 10点8 11点 必须要关门 这个时候会怎么来用 文件を 2時間もスキで 11時ごろ 家に帰った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过了什么 这个家里规定的 这个时间啊 过了两个小时回去 回到 11点左右 回到家 这家的这个关门时间 还是比较早的 是9点 估计是会被骂的 好 来 アチラコチラ 也可以说 アチラコチラ是 那个到处处处的意思 因为アチラ是那里 コチラ是这里 大家注意 这个话是 这个词是不能反而用的 一定是要以这样的一个顺序 そのようなことはアチラコチラにある 就是那样的事情 就是那样的事情是什么 到处都有的 好 接下来是 信息字 这个词是进入 打入几金的意思 有名词词性 也有自动词词性 首先来看一下 女性の社会進出とともに 男女平等の考え方は 広がってきた 在这里有 とともに 是我们在十一课 刚学过的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随着 一个是 这个同时 大家想想 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 女性の社会進出 也就是 这个女性的 进入社会 对吧 那么在这个 伴随着这一点呢 男女平等的想法怎么样 就推广开来了 好 接下来 用它动词词性 映画界に 新出する 这经常会指 某一个歌手 或某一个人 是什么 进军 几近什么 电影界 就是进军 电影界 这是一个重点单词 接下来往下看 強化是 将强强化 我们这个在之前 也带着大家 这个练习过 防犯対策を 強化する 它有名词 也有四辈 动词词性 就是强化防范措施 内科の強化を図る 就是谋求这个 内阁的强化 接下来 課題这个单词 是题目的意思 课题 政府が 財政的課題に取り組む 也就是说 政府在从事什么 财政相关的 这个课题 没有问题吧 就开始着手 做这件事情了 那么在写论文的时候 大家往往在日本的作文 要求最后一句话就是 要写出你这篇论文 没有写清楚的地方 然后最后跟一句话 今後の課題と 次代 想作为今后的课题 这基本是套话 那么论文的语言 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日后 我会慢慢给大家介绍 首先看 ページ这个词 ページ是页码 这个很简单 就因为它是个外来语单词 你能读出来 就能知道它什么意思 说16ページを開ける 就是打开16页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登録する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有登记和注册的意思 有动词词形 也有名词词形 登録書是登陆证 外国人登録書 消灭書外国人登陆证 这是大家在日本的身份证 每个到日本人都会有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nomi 是我们将在下车31课 学习的内容 它其实相当于 我们刚才提到过的 打开指经济 这个俱乐部是会员制 那么只限于什么 提前登记的人 才能够来使用 就是才能够过进来 好 这个单词呢 也在这个11年7月份 N2考试题当中考过 它也可以指什么 就是咱说在电话 手机里边寄谁谁的电话 那么这个作为中国人 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正确答案选的是 那么就是在这个手机里 记下了朋友的电话号码 其他几个可能从汉字 我们也可以排除出去 往下来 这个单词有名词词形 也有他动词词形 首先看 它就是污染的意思 大气が污染される 就是大气怎么样被污染 用的是它的动词词性 深刻な大气污染問題を解決する 解决了非常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 这是跟环保相关的 所以这个单词出现的频率 也是比较高的 这个单词是鱼业 这个首先大家注意 鱼对应的是短音 所以读业 然后业是长音 这个一定要看清楚 水产业 大家也知道这一方面 日本有很多人在 从事相关产业 因为他们是岛国 就是从事雨夜水产业 好 下一个动词是 是个他动词 它的名词形是 我们在之前已经学过了 是支付 就是支付费用 接下来这个他动词 是比较关键 是取消 做费和撤销的意思 来看看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旅行了 所以怎么样 必须要取消一下 宾馆的预约 予约を取返 好 接下来这个单词是 待合せる 是约会碰头 这个单词其实之前 我们说过了 待是互相等待的 就是是等待的意思 合せる有互相的意思 恰谈商量 互相批判对方的观点 那么这个互相等 就是约会和碰头 因为你先到了 你等我 我先到了 我等你 是不是 好 这个词 大家除了这一点之外 还要关注说 在哪儿等 用的是动作行为 进行场所的 而这个跟谁谁谁 碰头的话 用的是 我跟小王 将要在北京站 碰头 好 到这为止 第十二课的内容 我们就全部介绍完了 皆さん お疲れ様 でした 请不吝点赞 than